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常用到的一些功能跟快捷键 那我们就从我到右这样子来讲 我现在这边放了三个方块方便等一下说明 那第一个是这一个复制 那复制的话复制跟贴上其实跟我们平常在用的Ctrl-C跟Ctrl-V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点了一个东西之后呢按Ctrl-C 这个时候呢它就已经复制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呢Ctrl-V把它贴上去 贴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别的地方 那假设今天呢我是要原地复制贴上 我就直接按Ctrl-D 就会在原地生成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要删除的话呢我们就很简单的 可以直接按这一个删除也可以按键盘上面的Delete 那如果刚刚呢Delete后悔了 我们可以直接按Ctrl-Z去复原刚刚的动作 当然也可以按这一个就是退回 那如果我今天呢退回返回了我又要想要删除了 我们可以直接按这一个重做 或者是呢我们按住Ctrl加Shift加Z 它也是有重做的功能 所以一个呢是把刚刚做过的事情一直返回返回往后退 那另外一个呢是一直把刚刚返回的事情呢又一直重做 然后再来如果像这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有两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这两个东西我们把它框悬起来 然后按这个的话它就会变成群组 那群组的效果在现在看不出来是因为它们两个呢有点是分开来的 所以我现在呢把它解散群组取消群组 我把这两颗粘在一起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框在一起做群组 这样子的效果呢会比较明显 比较看得出来它的群组其实有点像是把它融化在一起的感觉这样 那当然这边呢也是可以用快捷键 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一个已经被群组的东西嘛 我们刚刚按Ctrl加Shift加G就是Group的意思 就可以把这两个解散开来 那一样的我可以按Ctrl加上G就把它们Group起来 那如果我们现在呢有几个东西分别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希望它们排队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边这一个对齐的功能 或者按键盘上面的L哦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些点点 是让我们可以去选择说 我们到底是要往哪一个方向对齐 比如说现在呢我点这一个点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有预览的样子出现 就是这两个呢都会往前贴齐 那这个是往中间靠齐 这个是往后面靠齐 所以这个对齐的这些点点呢 都可以让我们自己去选择说 这两个以上的东西到底是要往哪边去对齐 然后另外呢有一些 我随便再画一个东西来 我们去解释所谓的镜像 镜像就是这一个 或者我们按M就是Mirror的意思 那镜像按下去之后呢 它同样会有选择让我们 选择说到底是要往哪一个方向镜像 那一样我们滑鼠滑过去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个预览的画面 那因为这一个是 不管是在X座标还是Y座标 它都是对称型的 所以我们只有滑到这个Z座标的时候呢 它才会有镜像 有镜色的效果这样 那接着呢是移动 通常我们在移动一个物体的时候 我们是用滑鼠抓着 然后让它在工作平面上面跑来跑去 但是当今天呢 如果我想要它往垂直方向 或者是左右方向 这种水平的移动的话 我们可以按住Shift 当我按住Shift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的移动方向呢 要不就是往这个垂直的方向移动 要不就是我只能往水平的方向移动 它的移动的方向就被限制住了 那另外呢 移动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键盘上面的上下左右 它就会分别呢 沿着X轴或者是Y轴做水平的移动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在Z轴的方向移动的话 第一个选择是按这个小三角形 我们就可以让它往Z轴的方向移动 或者是像这样子埋到地底去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按住Ctrl键 然后加上上 或者是下 这样它一样可以做到Z轴的移动 那当我们移动到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 我们希望它呢 快速的回到这一整个工作平面的时候 可以很简单的按一个D 它就会迅速的回到原本的工作平面去 那再来刚刚我们有讲选取的方法 我们通常呢 是会像这样子用框的方式 把两个以上的东西同时选起来 那但是当工作图面比较复杂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框会不小心框到没有要选的东西 比如说我随便稍微把它转一下 好像我转到这个方向 那我只想要框前面这一个 只想要一次选这两个正方形 那我用框的 就会发现说我不管怎么框 好像都很难躲掉后面的这个东西 就后面的这个正方形也被选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连续选取的功能 也就是按住shift 然后点 我们要选的东西 假设中间有不小心点到的后悔的 我们就再对着它点一下 它就又没有被选到了 像这样子呢 按住shift 我们就可以去选取特定的几个东西 那最后呢是 快速的切换那个物体的特性 我们在右边这边可以看到物体啊 它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实体 也有可能是一个孔洞 那怎么快速切换呢 我们点了它之后按住H 按H这个键 H这个键其实就是hole 就是孔洞的意思 当它变成一个孔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要恢复原状恢复到实体的状态 我们就按S 就是solid 让它恢复到固体实体的状态 那关于这个孔洞的功能呢 它其实是让我们用来剪切的 比如说我现在呢 把这个已经变成孔洞的三角形 然后移动到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框在一起之后 按组合 原本的这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就被刚刚绿色的那个孔洞给剪掉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一些快速键跟功能键的介绍 就拿走了 1 5 2 2 4